上集我们认识了晶振的原理,这期来说下如何选择晶振,晶振,包含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,封装内部只有一个单独的晶体的元器件,叫无源晶振,也叫晶振斜振器,严格意义上叫晶体,平时我们搜索的关键词也是Crystal晶体,它需要加震荡电路配合才能产生时钟信号,而在封装内部添加IC组成震荡电路的晶体元件, 就是有源晶振,我们搜索的关键词是Ocelator,就是晶体振荡器,只需要加上电压信号,就能够产生时钟信号,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区别,从外观上区分,无源晶振边缘平滑,较薄,有源晶振有针角,体积较大,从银角数量上区分,两角必为无源,四角以上都为有源,从参数上区分,有源晶振有电压和输出方式, 无源晶振有负载和震荡模式,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解释两者的区别,我们知道人的性格可以分为自然性和他然性,无源晶振就像他然性的人,需要别人来影响他才能行动,有源晶振就像自然性的人,可以自我驱动, 无源晶振想要工作,就需要芯片处理器先给他一个信号,也就是芯片内部有一个震荡电路,无源晶振要配合这一块电路才能起震,而对有源晶振来说,震荡电路是集成在晶振里面了,所以只要通电就能起震,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芯片内部本身,有没有震荡电路来辅助选择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,芯片内部自带震荡电路的,外面搭配一个无源晶振,芯片内部不带震荡电路的, 我们外面就需要一个完整的震荡器,这时候可以使用有源晶振,或者用一个无源晶振搭配震荡电路组成一个完整的震荡器, 讲到这里,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,芯片内部自带震荡电路,为啥还要外接一个无源晶振,因为晶振产生的时钟信号,比内部的RC源的精度高,稳定性强。